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天文数字加个天文数字 就是说你印200年人民币 他也没法印到前头那号去 但是那理论上说 如果他出来的假币 他那个号也有一张真币是跟他同一个号的 对 那是自然的 还有一个 真币也有可能 两张是一个号 这打号机停了 那这就是一真品 哦 收藏 他就是 对 有可能啊 这叫残 属于人民币的残缺 残缺 有这样的吗 偶然流入流通人有 哦 残疾币可值钱 我刚才就问他 我说他们这个钱币收藏家们 就认为最最难得的是什么 他说是美国发行的 一枚 一枚金币 一枚金币 怎么只发行一枚呢 他当年呢 发行以后呢 造出来了 当年美国罗斯福时期呢 造的是金币 二十美金金币 造完以后呢 金价大升 这个二十美金金币的分量 比如说能换三十美金了 那这钱不能发出去 发出去 大家拿来以后 把它融吧融吧 上银行换三十美金 那还上什么班呢 天天拿纸币去 三十美金拿出来 再拿二十美金再换 每天这么十美金 那怎么办呢 他只好不发 重新融 从融的时候呢 有一哥们呢 甩小聪明 身上揣了等重的黄金 扔在融炉里了 留了十个 这个呢 等于 这十个就只钱 没人发现 对吧 哎呦 没人发现以后呢 陆陆续续的 美国政府呢 就把它收回了 因为东窗事发了 后来 就是东窗事发 因为货币是这样 他发行的货币 他要昭告天下 然后才发行 他不可能 现在给你五百块人民币 你肯定不要 你说这没听说 没听说 给我一千块钱 那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那个事情最麻烦的事是被埃及的末代法老法鲁克买了一个 他是一大收藏家 他在美国买完以后呢正经八经的向美国政府申请出境 结果就美国政府那个出境官也没有太大的全面的这个就是社会经验 就是说 不是收藏钱币吗 你美国以前的钱 行 许可 他拿出去 结果等 瞬藤摸光摸摸的 埃及法老这来碰一臂 说我 我不给你 这是我买的 我有美国政府的出境许可 美国人确实很 天下第一很 就趁着法老倒台以后 这东西流散在其他国家以后 把这个英国人 不知道一个欧洲人 框到美国 说我要买你的 这主就去了 去了以后 联邦特工说 这东西我没收了 这个主跟美国政府打了几十年官司 最后打赢了 打赢了 所以这个法治社会是令人震惊的 美国政府败诉 最后不得已达成一个协议 我为这个货币签署一个法令 发行一枚面值20美金的金币 然后呢 条件是这个东西拍 拍掉不能归你 也不能归我 拍卖 拍卖 卖的所得上面 谁拿这个钱的时候 拍卖费 各位归你 你归你这藏家 那个得的人 向我美国财政部 另交20美金领走这个 他就把司法走圆了 这真是玄妙 也就是这钱卖了 就为了一块钱 弄了一个法令 货币的严肃性 严肃 然后600多万美金的成交记录 为这一枚钱 拍了一个专场 哎 那这一枚钱 今天要拍卖的话 得拍的什么价 没再拍 当年拍了600多万美金 没什么可能 可能在准备 没通知你 发老不会再有 没通知你 但是咱看他手里 你知道 过去咱们有句诗啊 王莽时候的钱 说就有句诗叫什么 美人赠我金错刀 哎 这就是金错刀 哎呦 这都发的绿啊 这都是 他说这是王莽造假币 王莽呢 倒不是个造假币的人 王莽是天下造钱第一高手 就是他想的这个招事后 钱无故人后来者 没了 以后没了 你见过这样的钱吗 哦 他是设计家 中国历史上的钱全这个 到了咸丰 对不对 从唐朝开元到咸丰 历时一千年 没改过呀 没改过就是这个 圆形 你看这个内方 你看他这是圆形方孔钱吗 这这个什么叫官通啊 这是官员通宝 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 智政 李白的时候 唐朝 对 清朝 这当十五是什么意思呢 五十 这么念 当年的字反正念 当五十 咸丰 咸丰重宝 重宝 对 但是呢 你看啊 一直到 到大概这个民国的时候吧 对 他实心了 但他没有中间这个方孔了 这个你可以问问他 过去咱们以为啊 都是说中国人的哲学吗 天元地方 所以叫圆形方孔钱 对 实际上呢 他都说不是这样 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是哲学家 俯庸 就是你把你的道德 张艺谋奥运开幕式 对 你全部都要 隐身到社会各个层面去 对 那就不对 这个呢 它是一个 就是铸臂 铸造金属加工的原理 这个是胶筑的 这个是机器 打质的 它工艺不同 它需求不同 当年造钱 造完以后呢 有个问题 这个边是茅操 对 那他需要 把边刮干净 那么 如果我们想 如果它是个圆孔 你把它穿在一起 刮的时候 因为它一次穿一两百个 对 你转动这个棍的时候 这个钱跟你不等速 对 他不会转的 他不会转 那你加一方的 建过车轴吗 对 就拦住它了 它就会转 它会强制你转动吗 它就是为这个吗 这不是什么天原地方 它是为了铸造 中国钱有中间有圆孔的 有圆孔的钱呢 是一个一柱 那是西州 最早用钱 那天下人就没钱 到汉朝的时候 你知道 刘邦造反的时候 萧和送钱 就送了五枚 算多的 三枚不止五枚 那就算是兄弟 你真够意思啊 送几枚钱 对 那能讲什么用啊 能卖军火吗 当年这个钱值钱 到孔一几的时候 这一个还能买一个火烧呢 就基本上吃一半饱 是吗 可是这算叫一个什么呢 一个大子 一个童子 叫义文 大官通宝 哎呦 这是送徽宗时候的 对 大官通宝 哇银沟 跟跟唐朝的一模一样 这就是受金体啊 宋代跟唐代是一模一样的 可见他这个壁质稳定 哎 就说这个 到宋代还能再用唐朝的钱 可以啊 一样的壁质 他 这就是说你拿一个 你在美国买一两金子 到中国来 还是能按客 卖这么多钱 中国银行绝对不会说 这是美国的 因为它的原材料就是钱 对 他不是靠这个 但是他昨天就说呢 就说那不也挺有意思 那你说古代唐朝的这一大子 到宋朝还在用 咱们俩就经常得谈判了 说你这磨损了一点吗 那你还是 同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因为同的他的交易额大 你某一个的缺损吧 就好像说 我跟你谈了一个生意 总共是10万零100 我说给10万整吧 你也不会有多大意见 因为金额太大 涉及的利润也很高 少一百少一百 最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金银上 就像这个 银币 你看你这你给我咔这一块 那不行 你这不能当五两 当四两七吧 是不是这道理 你想想这挺玄乎的 这唐代的钱 宋代就拿了 今天你要用国民党钱 人家说你反革命 但是我讲它是个贵金属概念 你今天拿一个 金子还是一样 对 你民国的金子 你刨出一块金元宝来 到中国银行 他就换个 还认你 没错没错 你看这就跟做人一样 你真才实学的人 换上什么衣服 穿上马甲都认识你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他就是说这个贵金属 你看他这儿拿了一个 这是大日本 日本明治35年的银元 这个是奉天 奉天光绪时候的钱 一元 但是两个大小轻重 差不多 那那意思 拿着日本银元到清朝 一样用 清朝拿着日本 一样用 一样一样 都承认 所以当年跑的时候 都是几大箱银元 就直接带走了 不可能在中国 先要找一个银行 先换日元 没有那事 30年代中国人 去日本不要签证 所以那些作家 一有事就跑日本 就逃去了 买张票走人 几大箱银元 几个大黄条 大黄鱼嘛 上海说 没错 没错 大金条 就走了 我还正问你 像经常看到 中国古代典籍里边记载 比如说 多少斤金子 多少两斤子 是今天说的金子 还是指的是铜 是铜 古代书里边说 都是这样 在唐代以前 一定都是铜 唐代以后我不敢说 那那个时候 铜就是特别贵重的金 五金嘛 金银铜铁锡 都是金 五金啊 都算金 今天奥运会 不是还拿铜牌 也算 对对对 咱们还金相遇 什么的 金银铜嘛 还是 因为这个 既重制 我不是讲吗 中国的货币 起因是既重 秦始皇第一个造正式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钱的时候上来就是半两叫秦半两啊半两钱就是说这一个上面你给我半两铜这就可以行了你愿意自己造你也造半两铜我也认账照收你哦但是你比如说银子银本位啊他要是国家突然发现了一个大银矿就会不会带来什么改变什么什么不太会因为货币的总发行量和流通量有限 因为货币的额度不会根据一个社会平白无故多出来很多你承认吗 一个社会的需求有限吧 我们这个社会一年消耗多少粮食是有限的你突然多出五倍来那也只能放着你突然发现一大银矿你大不了你慢慢挖或者挖完了送到户部去存起来 不那样私人我我我我家里地上发现我后面发现中国人的这个全世界对这个都是有控制的政府有行政法规来控制你的开采你像在中国开采金矿银矿都是国家开采没有国私人开采你只有到了所谓法制所谓就是封建社会终结以后他才有所谓民法的概念就是我承包矿山我挖但是你挖完你肯降价卖吗你说别人是160块钱一颗黄金 因为我自己守着个金矿我就卖八十吧没有那事捡来的金子要按分量算账这是当年的话就你捡来的你都不肯便宜甭说你挖出来的了对对对所以说他永远不会贬值对哎这这钱呢他是反映这个历史很有意思你看我看他这还看见过一个什么呢这家伙这眼睛花绿哎真是啊你看也当两分钱用民国万岁哎两分钱民国万岁这个钱还有一个是 什么呢宪法成立纪念这这那是曹坤曹坤大总统曹坤这个就有有有有意思为什么他当两分呢首先一个这东西他确实只两分当年就他不能无休止的造造造造的人他也不占什么便宜古代的时候从来没有个皇帝把自己的头印在前面上不许为什么呢九五至尊怎么能让你们弄来弄去呢对对对西方的观点是国王这钱是我的必须印我的头像我们是反着的所以咱 这个还是西方传对对对西方传而且呢你知道最早的时候我看资料啊这个他本人是不愿意的因为一开始说印的时候说印他头像然后毛泽西就说呢说这个钱呢是政府发的他不是党发的所以说他觉得印他的头像不移他他以前也是国家主席啊他最早也是国家主席最早要印的时候他还不是呢四几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开印钞票了 所以我就觉得你看听他讲这个掌过咱们会发现历史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就是说值真值这么多钱的东西当前和这个符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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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符号你说这本质上算不算是一种契约 一种核对是一种信任这个就是合同文本呢写着呢啊对这这背面你看这个其实就是契约对就是说银行我发给你这个东西你拿的这个东西可以做我担保你可以去对对对对可以去所以你看到现在港币一千元那个上面不都有那个董事长对对对等于给你签合同对对吗对你像他这个后头写的大致那种因为这字太少 第一个不允许不收我先声明任何人拿着如果你不收举报我把你抓起来啊对吧这地必须收允许你在各种商业环境中使用哎抵付嗯第二一个你允许你拿着这个东西直接到指定的银行换银子哦能怪这贵金属啊换金属哎呦所以呢他而且还规定任何人任何政府机构拿到这个时候不许推诿嗯不能说过两天今天没了不许 你也举报不成所以他是以军政府令的形式你看没有什么都督也跟那董事长一样一省的董事长就是都督吗省长人大常委政协主席一千仨对但是当年这个湖南现在没人签字哈哎港币上都有人签港币有人签他这个你想他这个等于是合同文本吗嗯但是合同文本尤其是印在一张当年这个假钞背面就更有意思假合同假合同但是你看他们不是 就聊这个金本位就现在的经济金融危机啊等等的这个西方的一个证券发展起来之后这就一个问题就是用咱老百姓能理解的就是说你这个经济体啊没有那么多金子了对你的你发行的这个票子和你库里有的这个金子不对等不对等这个里边全世界都不对等了啊全世界全世界都不承诺就是说我完全是金本位制了他完全是一种市场经济 这个市场经济呢就是是以国家认为他自己相对来说集合精英比整体的老百姓的智商高因此发行多少钱怎么发我库里有多少就不跟你们商量了也不实说了这也不民主了这可是国家秘密因为美元是这样美元最坚挺的时候是任何时候拿三十几个美元可以向美国国库换一两金子最后因为金价暴涨美国政府所有人都拿钱向他换换着换着也别给他换趴下了把这世界首富换趴下了 他说不干了就此不玩了现在你拿着美金向美国政府买金子可没有规定随行就是现在得八百多金价当年是有一承诺的就是我有这么多金子我就发现这么多钱你愿意拿回来我就把金子给你我没什么损失吗是所以啊你说这东西啊也让咱们这个外行都觉得是不是这个事里边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谋腻就有可能就是说决定发多少钞票的这个这个人就像他刚才说的 包括美国这也不是全民投票也不征求群众意见少数精英吗他就根据国家的经济形势发多少美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里头有没有问题啊你觉得但是这个也不能够进行群众劫策人多了没办法但是因为一个地方他流通多少货币他还是就是有事实的这个监管才行我不可能出现问题时候开个人的代表大会然后再来再印再再把钱运运过去古代呢甚至在中华民国时代 我们也很容易就是控制因为那会不讲法治吗很多钱我这没拿来上面就写着现青青岛行用我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的钱我就允许在青岛市用出青岛市不认这现汉口用啊花旗银行汉口花旗银行比如说上海啊那这样的话呢他一个地方的动荡不会波及开所以他古人有古人智慧哦是这样我信息不灵我没电话没电报我我我我 老说乌鲁木齐有个事儿啊就是送到这儿都两个月以后了再再定一决策过去都过了年了不是我怎么听到文革文革中间对对对对还有全国粮票就是限定在省啊对啊是啊所以你饿死人的时候有些人是一天三餐有白米饭吃的我限制你流动啊限制你使用啊没你拿那个买不着粮食的那地儿的粮票你到我北京来我不卖给你你这叫河南我这叫北京市哎呦这真是 所以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几张假钞搞得人性慌慌就因为他通用了因为现在这个东西背后就是一个信啊这个我们平常讲信任信任嘴里说说而已有几样大东西你是非信不可的这个就是一个钱是最重要的一个要是一个国家的一个银行那四九四十年代末国民党垮台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因为他的钱就不信了所以这个发工资拿麻袋扛着而且一领工资马上得奔粮店啊因为一个下等下了班 那一麻袋就买不了粮食所以现在很多那个传媒揭露负面新闻呢就老百姓的心里讲你不管怎么谈不管怎么付有几样东西你要你那里要坏了我们是一点半但是我认为这个形式这个出现啊也有一点正面的好处他促进了改革促进了这种信用制度实名制度的发展而且促进了应该实名制度那当然促进了这吃亏的主你赶紧办信用卡你赶紧去实名登记 弄你的这个折子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如果你没有身份证你不能上银行开户你不能申请信用卡有很多人说没身份证身份证掉了什么什么有很多人照样这样活得好好的可能还没有户口因为我是一年四季的在旅行中那很多偏移地用的人根本就不要那个叫我领位不领我领位干嘛呀对不对所以咱这人口数不见得是实数啊那么你你如果这样的话呢他会大力的加强这个建设就这个吃亏的人本身如果一个人痛到领 领了一个月的工资全假他最后一定试图领一张储蓄责领一个存款卡然后领了钱直接上银行验去全存存验去再取再假就找你银行了我就不找我老板了所以在于银行的验钞机是不断的进步对对对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我有个感觉啊就是你经济动荡风险欲难测的时候人们就重视这贵重金属对对就金银对吧你别别别平常大家就很相信这东西但是现在不会往贵重金银走就像刚才讲现在会想信用卡啊对对对银行就更加依赖这个政府控制下但是你知道信用卡他巨大的代价是什么在美国大家都用信用卡没错 你每一次刷卡3%就归Visa了就归Master了日本是很少的现代国家抵制信用卡你在日本很多小地方都不收信用卡他就相信他的日元现钞日本是作为保他的严酷的法律跟他的整个国民意识日本对那个人的户籍之治理之严谨比我一样是全世界第一户籍啊日本人日本所以日本的那个日元也弄得干净你看不到很脏很乱的但是 他就是抵制他为了不让你美国赚这个钱不让你美国大公司赚这个钱但是你想信用卡是好啊可是这些大公司是谁谁控制他呢谁管理他他巨大的利润呢咱们等于都给他们交税了就像我们以后我就像你刚才说了欧洲的德国日本人的自立和严格的法规和自主的自动的这个服从啊是跟德国人所以就刚才他讲我有个感触有的时候相对封闭的环境了 能让你赞保平安的你知道最近他们有一种观点就是说为什么金融危机传染的这么快其实很大一个原因现在的网络一体化 这还是说的不光是对钱的信心就对一切证券的信心就是说本来要以前的年代美国电脑坏了跟我家电脑有什么关系跟我香港人跟我中国人我知道都不知道对啊 可是现在信心为什么一下打垮了我的网络上一看见消息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了就是这样吗那很简单50年代解放西藏的时候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时候都50年代了这个人民币已经发行了十来年了因为人民币不是49年开发的四几年在解放区就开印了啊但是不行啊少数民族地区就认这个你不给不给我不卖给你那你有民族政策问题吧怎么办呢 赶紧造币厂通知把袁世凯的袁大头什么蒋介石的这个孙中山的帆船全部模子翻出夹造 这就是一个这个你能说他叫什么造银员造银员这也算是咱们国家造的银员最后的银员最后的银员这是最后的银员中国人民银行曾经甚至想过就是说在西藏地区发行银员就是为边区人用就是我说的县汉口用这个是县拉萨用啊对吧 结果呢取消了还是造民国的造民国的造的是袁大头和帆船 哦这中国共产党造的是袁大头的银员对还有一个就是把收来的收集来收继续使用继续使用啊就是不够的就造因为造 银员